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個新聞 又是我最喜歡的 星島日報 打工工資中位數18,200元 持生73元 教書最好賺 星島日報說 統計署今天公佈 2019年5月至6月 本港僱員不包括政府僱員和最低工資條例 所豁免的實習學員 工作經驗學員 和留宿費用的每月工資中位數18,200元 2018年5月至6月的中位數17,500 高了3.8% 記住這個就是2019年5月至6月 即未黑暴之前 按職業分類 工資中位數最高的售三個行業 教育及公共行政 金融及保險 電力及元氣供應 教育及公共行政的工資中位數是29,200元 金融及保險是28,300元 非技術性供應收集最低 中位數是12,900元 以性別劃分 男性的工資中位數是20,700元 女性是15,900元 中上教育程度的工資中位數為27,800元 本國僱員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73,200元 教育2018年5月至6月中位數70.5,高了3.6% 男性僱員每小時工資中位數為81元 而女性僱員則為64.7 我年齡組別分析 介乎35至44歲的僱員 再說一次 35至44的僱員 每小時工資中位數是83.9 你看這個年紀 你就83.9 理論上 其次 25至34歲 76.5 和介乎45至50歲的僱員 74.6 大概的中位數就是這樣 每小時工資中位數最高的三個行業 都是教育及行政 公共行政 保險 金融 電力及燃氣供應 另外有2.12萬人 只領取最低的工資 時薪37.5 我覺得統計署的數字 其實統計署是沒有說相片有多大 即是說它是用多少相片呢 然後你回答給它 它就說是抽樣調查的 但其實不是 我告訴你不是 因為你想想 如果是抽樣調查 香港全香港有限公司是有幾萬間的 很多的 都是說幾百萬間的 最少的 你問一下 為什麼有間公司可以一年內抽到五次呢? 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一年內抽到五次呢? 我那次真的打去摩擦它 我說 喂 你有沒有搞錯啊? 我說 我已經第五次了 我說一年內五次 你想不想我把文件給你看看? 我是罵爆它 因為我知道它們不是抽籤的 它們所謂抽籤就是在哪些願意回答你的公司裡抽 然後 如果你不回答它 它以後都不會滾交你的 只要你回答它一次 它以後都會找你 因為你肯回答它嘛 就是這樣了 我那次罵爆它的原因就是 喂 我肯回答你而已 喂 大佬 你的調查問卷 這麼多張紙 你想我怎麼回答呢? 還有有些我是不懂回答的 接著我都拿去 喂 我這間公司是蚊營 因為我是旅行社的公司 我說 我這間公司是蚊營的 只有老闆跟我而已 還有我還是兼職來的 那你認為我可不可以浪費這麼多時間回答你這些東西? 喂 電腦這堆東西我不懂回答的 不是專業人才 它就會當是你計公司還是大公司 就會問你 例如電腦發展會怎樣 就是你會放多少錢進去電腦部門 電腦部門有多少人 你公司是用電腦 電腦什麼什麼 那些很複雜的電腦 IT問題 喂 我不懂的 我會計你 公司只有我和老闆跟我而已 我還是兼職來的 喂 我就這樣跟他說 喂 你想我怎樣啊 大佬? 喂 我幫他填這些 你一份半份我沒所謂 大哥 你一年五份又這麼深 我說 我怎麼幫你填啊 喂 我填的 我收我老闆錢又不是 是嗎? 不收老闆錢又不是 喂 大佬? 我說 你怎樣抽的? 你說抽籤? 喂 一年抽到我五次? 我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六合彩頭獎也中了兩轉 對啦 因為機會是很小的 接著就罵爆他 然後嘻嘻嘻嘻又來了 接著現在就好一點了 沒有再發聲你了 哇 神經病 所以我告訴你 你這個數目一定是不準的 為什麼呢? 所有中小企 蚊營公司基本上不會回答 亦都不會回答他們的問題 第二 就是說 他們會回答他們這些 通常都是大企業 因為責任問題 他們通常大企業一定會回答 因為他們有HR 有專門做這些admin的人員 所以他們是一定不會回答的 政府給這些人一定會回答 當然啦 統計處就說 不是 我們大型公司也會有 中型公司也會有 Money公司也會有 說的就是這樣說 如果是Money公司也會有 為什麼我一年會被人抽了五次呢? 是不是? 我後來罵到 如果你做是這樣的話 我真的寫信去投訴你們 那才收檔 所以你會知道 這個數字其實是大型公司的 基本上不是中小企 除非他統計處的數字 是來自於稅局 這樣就好一點 但問題是 來自於稅局 都不會準確 因為他雖然說 他豁免了 減除了一些 托圖形式的那些 或者是一些政府公務員 但是 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說 跳水比賽 其實最高那些 和最低那些 就是最高分的分數 和最低分的分數 都要剔除然後平均的 或者是拿最高的點 他現在就說 所謂中衛所謂出現得最多 或者是平均的 就是這樣 但是你要搞清楚 如果我是大公司那裏 那你大部分都是大公司那裏 所以你的數字是會拉高的 如果我有一千個問卷回來 但其實有八百幾九百個 都是來自大公司的 或者是一些幾百人以上的公司 他們的薪酬本身就是偏高 那 那 中小企那些 難聽說的 中小企那些 中小企那些 好像奧老闆那樣 他們只有一份量 只有一萬多元 那 你怎麼告訴我 你女性要一萬五千九 他一定沒有 那你怎麼告訴我 這個中衛數 而且我覺得中衛數就是 你看看你身邊 很簡單 你看看你身邊 你是不是每個人都找到 一萬五萬六 我告訴你不是 很肯定不是 那當然 如果你說中衛數是 大概一萬八千幾 我可以說 我們公司都沒有 應該沒有這個數位 有的 可能勉強有 如果是會計師樓那邊應該有 但是那些是說做了幾十年以上 慢慢加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要看一下 當我們看到 普遍來說 看到那些 清潔遮遮 安全 可能年紀大一點 其實 他都是說 可能一萬元左右 或者慢一點 基本上 跟一萬八千幾 這個水平還差很遠 還有你再問一下自己 如果我出去找工作 我能不能找到 一萬八千幾 或者附近 那你想一下就知道 這個數目是不是可靠 我覺得這個數目是不可靠 因為 雖然你說是在黑暴之前 但那時候經濟已經是一般 未輸得很差 但是一般 所以我不覺得真的有這個價 而且說專上教育的話 有兩萬多 兩萬七千八 那我也有專上教育 我有個高級 但也沒有 即是不要說我半時間 就算我找全時間 我都應該找不到這個價 所以我覺得他高估了 這個中威叔 這個中威叔是高估了 所以大家不要太天真相信 什麼統計處那些事情 我只是說政府官僚那些 先聽著 這次就講到這裡 純粹跟大家講一下 這些數字是騙人的 純粹是分享一下的 沒事的 好 拜拜